疫情爆发两年后 六都首长首度进行政院开会 陈建仁上任后第一次院会 台北市长蒋万安抢头箱先抵达 朝镜头热情挥手 后脚抵达的卢秀燕 更朝镜头亮出白色信封 原来是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邀请函 要亲自邀请陈建仁出席 陈建仁组阁新内阁送到立院的市政报告中 对国防两岸关系强调 处处接战场实时都训练 还强化全民防卫动员 男军炮轰这难倒是预告两岸恐怕随时开战 要台湾人上战场吗 你不断的刺激两岸的紧张关系 一旦开战台湾变成处处都是战场 台湾年纪人愿意吗 家长愿意吗 新内阁不但持续抗中 因为费核基隆填海造陆建天然气接收战 但去年六月 民团透过沪海公投联署 竟在宣后被内政部打回票 说这跟地方自治无关没收公投 让民众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 所谓的地方自治 其实到最后就是一场笑话 台湾根本没有地方自治可言 只要中央要推的政策 地方都没有表达意见 甚至表示反对的权力和空间吗 中华民国干脆就直接宣布 为是中央集权国家好了 过去的基隆市长 如今就坐进政院当内政部长 新内阁就位 中央地方的磨合还很多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抢好康哦 好